我很快的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們今天你們都要做這一塊的基地 那我們當時給他們去看說 我們會去做這個地方的所謂的土地的形態 就是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有大部分都是 哇 還是蠻黑 就是它其實有一塊是在那個所謂的平原區 所以才會整個恆春半島 尤其是你們要做的西側的這一塊 有這麼大的開發壓力 因為它過了那個下面的角 如果你們去墾丁就知道嘛 過了那個角基本上它的東側 相對來說就比較不是這麼大的開發或者是發展 所以我那邊有這個西半側的土地使用 之前有跟你們說過 土地使用就是我在看人怎麼用這一塊土地 所以如果我先假設去跨那個西半 就是用那個集水區的流域去看這個西半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很大一個部分都還是農作地 跟那個森林用地 所以它會非常嚴重影響到我的上下游下來的事情 就是我會知道這個地方到底是所謂的什麼樣子的農業 或者是到底它的產業是什麼樣子的形態 那你會去看說其實基本上這個地方 了不起算那個建築也只有2.29% 所以包含那個住宅啊或者是學校啊或是這種建築用地 它其實相對來說佔的比例是不高的 那如果你去上網開始你們開始去查你們那一區要的這個資料的話 我不是很確定你們有沒有人會去看到這件事情 但是當時在談影響墾丁的三大計畫 墾丁當地人叫他墾丁三害啦 那我沒有用這個名詞 那是比較新聞媒體的名詞 但是相對來說對墾丁影響最大的三個計畫 一個就是那個年國家公園 那個沒有話說 因為即使我們今天覺得它是在保育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像我們之前畫的海保區 我是當地人 你開玩笑在我家面前畫的保育區 好像也怪怪的 我的所有的生活影響就會受你影響 那另外一個面向是他帶來的遊客多到不像話 所以對地方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第二個很大的影響是那個軍訓 那個三軍聯訓基地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上網去查 如果你的剛好要想要研究的範圍在那附近 你如果上網去查 它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條斜線的這個區塊 是它的那個演習場 那它有很多的短片 就是那個軍直接在上面轟炸 就是砰就去炸那個 它們就試射啦 所以試射的時候 它非常常就會造成那個整個山坡 就是一片的黃土 也很難在短期之內 它就直升浮域 因為它就幾乎每一個禮拜 它都必須要去試炸 所以它很嚴重影響到下游的水土 跟下游的河川 所以如果你今天發現 我今天那個下游 很多的泥沙根本是從上游那個地方來 那賢賢沒事上游也沒房子 為什麼黃土一片 很大的原因是這個 那最後一個是河山場 所以那個大家應該也就都知道 所以河山場基本上在這個地方的影響範圍很大 所以如果我今天很簡單只是去畫它的八公里的影響線 影響範圍的話 在墾丁的這個地方它就會影響到三萬三千多人 這個是只是那個洛吉的而已喔 不包含遊客 可是因為這裡的洛吉人口有被灌水 因為大家想要去領那個河山補助 所以它的人數是有被灌水的 但是它是沒有包含遊客人數的 所以基本上河山對這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影響 那剛才說另外一個就是國家公園 所以我們這邊的小朋友應該會知道國家公園本身有分區 所以包含保護區啦 包含特別一般管制區啦 包含油氣區啦 它有不同的分區使用 所以你可以去看你那塊基地 它算什麼區內 因為它會有不一樣的管制行為 所以即使我今天通通道是要蓋一個房子 我在一般管制區內跟在特別景觀區 跟在生態保護區 它是不一樣的規範的喔 所以你可以去看說 我今天它現在有一個很好的系統 是它都可以上Google 所以如果你去打墾丁的那個三通 它那個都是可以下載到Google的 我就可以去按說 我這一塊的基地是屬於什麼樣子的土地使用 然後我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就會去做查詢 然後去告訴你說它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那你會去看比較尷尬的是 我們目前它在檢討完之後 所有的保護區都在東側 所以你們應該 你們應該都沒有 我請你們去研究的那個範圍 從車程一直下來到那個房船石那邊 應該都沒有畫在它的 沒有沒有畫在它的特別的保護區內 因為沙島也不在 所以都不在特別的保護區內喔 所以你就會發現西部的這一塊 對肯定國家公園來說 基本上它是以油氣為主 以關關為主 因為它大部分的保護區 完全沒有畫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今天要去查幾個比較大的網站 你可以去查的 一般來說我們任何一個案件要過幾個關卡 一個關卡是土地相關的使用 就是我准不准許你這個分區 所以包含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跟國家公園計畫 所以這個都是我直接上網去 網路上面直接檢取下來的畫面 你就去打那個國家公園審議 就可以去查屏東相關的國家公園 有哪一些計畫在做 你去打那個區域計畫審議 就會告訴你 屏東有哪一些計畫在做 另外一個是縣的這個區域計畫 地方性的區域計畫 就會告訴你哪些在做 所以第一個類型是這種區域的 那第二個類型會是那個環境影響評估 這個大家就比較熟了去查環屏的系統 那最後一個是跟坡地有相關的 如果你今天的基地會牽涉到山坡地 的話 它就必須要通過水土保持的計畫 所以這些基本上你可以去查 那我們當時有列出 就是為了上禮拜那個演講 我們有列出大概最近二十年 相關的透過環屏的開發計畫 那你們是看得到那個圖 還是全部都灰灰一片 是我的勢力比較爛還是 好 那上個禮拜我舉一個是那個 永豐站的開發計畫 那如果之前你們看過環屏的 你會比較熟 那這個計畫是區域就是在那個區域計畫 就是看它位置放的對不對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去檢視 我今天你們想要做這個區裡面 有沒有曾經有過一些相關的計畫 它被人家拿出來探討什麼事情 那那些都可能很有趣哦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哪一些點 這個是永豐站當時放的位置 一個大的酒店它要放在這邊 放在那個這個是龍蘭潭 它要放在龍蘭潭的正上 而正它的北側 東北側 這是它的開發計畫 告訴你說我要蓋一個酒店度假飯店 那可能會有哪一些點去看 第一個看它的位置 很多人那時候就覺得 昏倒怎麼可能在國家公園旁蓋 很抱歉它不在 它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國家公園是這條紅線 它就剛好去買那一塊 在對面不是它的這一塊地 所以它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可是它在目前的國家重要實地的範圍內 所以雖然台灣實地保育法已經通過 可是台灣的法規不追及既往 所以我不能用現有的實地法去規範它 但是可以就棄地保育的那個條件 去看它去味適不適合 因為它是在重要實地裡面 那我們會去看說剛才那個危險性 因為基本上幾次大的風災這邊都會淹水 所以這個度假飯店 為了不淹水這件事情 它填了非常高的土去把它填下來 所以它基本上有水土下面的問題 那你們的這個區塊裡面 有一條斷層帶 它叫恆春斷層 所以基本上離斷層非常際是不能蓋房子的 有那個進建區就是不能蓋房子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離斷層帶太近 我基本上是要有一定的管控的 所以這個也是在區位之內 所以你們去看看你們今天的基地範圍內 有沒有非常臨近或者是非常接近 這個所謂的恆春斷層 另外一個是生態棲地 墾丁國家公園裡面 生物基礎資料還不算差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設法找得到的話 應該會有一些足夠的生物基本資料 包含鳥 龍蘭潭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傷鳥地 尤其是在季節變化的時候 你會看到整群整群的候鳥 所以在龍蘭潭這邊 當時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候鳥的棲地 對度假飯店來說 他覺得說 好我提出了這樣子的開發計畫 所以我有生態補償 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 做那個木樁啊 或是做人工濕地啊 或是做非常多的那個緩衝帶 可是基本上 當時很多的討論是會覺得 你怎麼可以先回了一塊 然後在原地把它毀完之後 填完土填完之後 再去做一塊 覺得可以富裕的所謂的棲地 所以在棲地的部分 他當時有被討論說 他非常的不合理 那另外一個 尤其在這種比較重要的開發計畫 在區域計畫裡面會要求 要有兩個單獨的出入口 為了安全著想 所以不會是我今天 如果這邊發生一個大的災難的時候 我所有人逃不出來 所以這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當時這個計畫 因為他沒有買到這一塊地 這塊地紙戶不賣他 所以他沒有買到這一塊 所以他就是挖不到 他沒有辦法接到兩條出入口 所以他不是一個 雙重出入口的計畫 那剛說因為他要做防範淹水 所以他做了非常大面積的填方跟挖方 去做那個整地把它填起來 所以有很大的相關的水紋的影像 那另外一個區位的部分是 他預計要蓋在北側 就是蓋在差不多這個地方 這一塊的地方 那你就會去看說 雖然他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可是如果你們去評估那個視覺 誰都不想在那個國家公園很漂亮的景 我對過去看過去 開始大家出現一排一排的房子 那個會有所謂的群聚效益 就是如果今天這一棟給你蓋成了 旁邊的這一塊的地主單保賣 而且賣的價格會不錯 然後旁邊那棟就會蓋下去了 再下來旁邊那棟就會蓋下去了 所以會一棟一棟一棟的往下蓋 所以那是國家公園的群聚效益 那最後這個計畫在今年11月的時候 有暫時被終止了 就是在區域計畫這邊被終止 所以他們有再繼續往下做 所以你可以去看你們計畫周邊 你們想要去研究的範圍的周邊 到底有沒有什麼有趣的開發的議題 或是開發的事情在做 所以這邊曾經有非常多的計畫 那包含你們可以去檢視當時的環評書 不管他做了沒做 當時的環評書 你會發現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這是當時的浮華的環評書 那他會告訴你說 這些文字都是環評書下來的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他81年通過的時候 告訴你說單一飯店的影響不大 告訴你說這邊不會改變這邊的遊客 不會對遊客有太大的影響 那他說的都是正面的影響 可是這是現在的浮華 他不可能會對環境沒有影響 不可能是沒有群聚效益 所以群聚效益就是我們在說的這件事情 他本來蓋了一間 第二間就會往下蓋 第三間就會往下 最後就會沿過去蓋 所以這個是即使他已經蓋了 你可以過去檢視說他到底 是不是有達到他當時的環評承諾 那另外一個是 我知道你們有人在做這一區的 就是那個海參館 那海參館當時也是有環評的 所以海參館你可以去看他們當時的 環評的承諾是什麼 那現在有沒有相關的議題 或是相關的抱怨也好 在談他們這個地方相關的事情 那後面的幾個非常多都沒開 你就發現好怪喔 當時一堆的案子 可是環評都過了喔 可是他沒開 比如說這個海口國際觀光旅館沒開 然後陸興山莊沒開 然後陸興山莊同樣的位置 他本來是要開山莊 可是後來賣得不好 所以他把它改成車程國際觀光飯店 還是沒開 屏東樂國休閒度假村也沒有開 那最後一個 還沒有開 但是他現在是在環境影響評估的 差異分析的狀態 是最近會上新聞的 叫做金站 那他比較大的關鍵的議題是 因為他要蓋在 他也是個大型飯店 那他要蓋在那個 路線會過 橫過的那個區塊 所以大家會擔心 他把那一塊的海岸林給毀掉之後 那個地方的路線就會減少到 甚至會沒有 所以這件事情公視曾經報導過 那他會 最近應該會有相關的審查 那他目前是在環評 地方性環評階段 在環保局 那另外幾個你們可以去看說 現在也在談的大型的 對墾丁會有很大的影響的議題 是一個是交通 目前會有一個大的計畫 是他要把那個鐵路 沿沿沿沿沿沿 沿到 最後一個站在恆春 然後從恆春 最後一個站在恆春 然後從恆春再往下 這個是輕軌 去接去那個南灣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會非常的可怕哦 因為去想看現在去墾丁不是這麼的方便 可是如果我之後 這個東西蓋成了之後 那個墾丁的人 常會暴增到不像話 會非常快就多了非常多的人 他的交通會變成更發達 或者是更快 所以這個案子目前只透過可行性 還沒有進到環評 也還沒有進到 土地變更的使用都還沒有 但是他非常有可能會通過 那另外一個 這邊的淹水的問題 一直都是恆春這個地方還蠻大的問題 所以這邊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計畫 包含當時有談說這個分紅的工程 包含地方的人 比較希望先做那個三角區的 那個三角的那一塊的治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在談這個地方的淹水的問題 有工程面的 有工程思維的 有生態思維的 有不一樣的想法的 也會是這邊很大的議題 那最後一個是 如果我到時候去限定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 可以去下載這個 它叫智慧行動肯丁 就是一個是肯定國家公園這邊的APP 那它可以上面有所有的土地使用 所以你可以到現場之後 它幫你GPS定位 就是手機就GPS定位 然後告訴你說 你現在位在那一塊的土地使用內 然後當然它有其他的啦 周邊有什麼景點 有什麼生態資源 可是一個很重要是那個土地使用 所以你會知道 假設我今天在的這塊土地使用 叫做農業或是叫做什麼區 你會很明顯知道 這邊出現了很多的住宅 可能都有問題 所以它可以協助你 非常快速的判斷 我現在的位置 跟這個土地使用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當時上個禮拜 我很快的亂貨上個禮拜 給另外的其他的同學 相關的資訊跟相關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可不可以很快的亂貨 如果你們到底要做什麼題目 可以嗎 可嗎 可 還是你們要我等一下等一下 等下節的下課回來再找你們 假設你們應該都知道你們組別嘛 雖然我都不知道 第一組是誰啊 你們要做什麼 微笑的意思是什麼 還沒決定要做什麼 第二組在哪兒 第二組人咧 你們要做什麼 還在想 第三組人咧 你們要做什麼 下都附近的那一塊的海岸 那你們主要要做的議題是什麼 啊 看一下 就是下都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好 我們最後行前會稍微行前教育一下 可是自己出去要小心哦 下都老闆有槍的哦 下都老闆很兇悍的 站下來是誰 站下來你們是第五對不對 第六是誰 第六是誰 没人承认我就全部第二组不见了 好,来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要做什么 做不知道 还有一个第七组是谁 对啊,我问完六啦 那下一个不是七吗 七是谁 你们要做什么 还在想 等一下下课是你们的最后期限 等一下下课完成 告诉我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要开始设定 到底你们做的东西可不可行 然后 有没有足够的资料 你打算怎么下去操作 所以下个礼拜要告诉我 下堂课回来要告诉我 好,我们从下个礼拜你们玩完鮪鱼之后 后来团伙都被吃完了吗 你们的鱼都被你们吃完了吗 吃完了 然后我们今天要跳到 从鱼鱼开始往外延伸到比较大一点的国际行为 就包含 从上次鱼鱼开始延伸哦 如果我今天 到最后可能上次觉得 最后的时候觉得有人觉得 哦,好不公平哦 为什么我家手上一只鱼鱼都没有的话 我就没有任何去抓一把的权利 就连个人家下去抓的权利都没有 可是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 在台面上啊 或是台面下啊 开始去谈判的这些事情 由资源开始起来这些谈判的事情 其实在国际间非常非常多的认真 所以也会有非常多的国际相关的规范 或者国际相关的行为 要来去做这样子的制约 或者甚至只是大家互相自己 整个周边 整个周边 他们会去做一些共同的合作行为 可是那个合作行为 有的时候不是为了真正的合作 是为了我不要让你多抓一些 所以我们来合作嘛 那我们就大家讲好 我只能抓50 你只能抓50 所以那个合作的状况 有的时候是必须要考量 大家是在那一个经济利益的压力下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进来 不同形态的国际行为 所以稍微 稍微boring一点的文字 但是会要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是 在这些文字里面 本来 大家基本上来说 觉得是所有的海域 或是所有的资源 是无主的 就是没有主的 大家 你随你用 随你丢 反正它是 它是所谓的无主的 所以最早的时候 其实 他们所谓的那个传统的 就是觉得 我家的地 是他们早期 那个炮弹打得出去 到的地 叫做我家的地 因为我管得到 我炮弹射得到 所以你进到我家来 我炮弹碰 就把你射下去 那其他非我炮弹 打得到的地方的海域 就把它当作是公海 因为我也管不到啊 我也管不到你 我岸上的那个炮 是打不到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很早的时候 不成文的是 就是从陆地去算 那个山海里 就是很大多的数字 一海里等于多少公里 多少 怎么通常问第二次 就更没声音了这样 一海里等于多少公里 12 出车咯 一海里等于多少公里 0.5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尴尬了 一海里等于多少公里啊 有没有人知道答案的 是手机查出来的 是吗 我就看到你开始 一头的努力 开始按按按按 然后非常快就给我 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 我就猜到 应该是手机查出来的 1.85 那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那个每一个不断 不同的区块经济海域啊 或是不同区块的那个范围 那基本上我们是用海里 所以你要大概上 我有一个 一个很粗略的概念 是换算成公里是多少 因为我们看工资看习惯了 所以你比较对 你可能比较对那个 那个一个海里多 比较有这个感觉 那 那之前 大家开始讨论的时候 想说一怎么办会打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画 因为觉得 反正你打得到的就算 没打得到的 打不到的就不算 那 也越来越多开始发现 我打不到的地方 开始出现很多的纷争 很多大家觉得 我的抛弃啦 或是海抛啦 或是我的抓鱼 我的骨鱼 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决定 哦好吧 坐下来开会吧 好像我一个比较方式 就是大家坐下来开会 所以拟出一个 这边可以 就是拟出一个 这边可以大家共同承认的事情 所以他们其实开过几次会议 那最早的时候 他们达成的那个部分 包含说 哎好我订了一些基本的公约 可是很多部分呢 都还是包含 比如说领海啦 大陆 大陆江或是大陆棚 都有人讲 或者是公海 那公海的部分 比较偏向是渔业 就是那个捕捞的那个行为 或者是那个 另外一个是海抛 就是废弃物的那个部分 那一直到 后来他们有开过第二次 可是最后比较被承认的是 我们讲的那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就是如果你们记得 第二个礼拜让我们去玩 玩到最后所有人 最后一题 大家都会答对的那一题 就是大家的那个 对海洋上面的公共约定的这个法规 其实就是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那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跟章节 可是基本上他就是一部 所有的签署里面 有签署的这些国家 你必须要follow的事情 所以大家会告诉你说 哦好我在什么区块 可以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乖乖的照游戏规则玩 所以不照游戏规则玩的 我就会有制裁 我就会有相关的这个措施 之前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 高中的地理有没有学过 领海 领海范围跟基线这种东西 没有 没有 没有基线 可是高中有学到 你们的 我们的海洋国土到什么程度 直到十二海里 再往下就不知道了 好 那 基本上哦 如果你把那个所有的线往外画 这是他在那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有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知道路上的国界 我们每个国家都马会画国界 都会去画说这条线是谁的 那 到底 切左边就是北韩 切右边就是南韩 好 就会知道这个范围 可是在海上面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这些资源是非常多的 有鱼的 有地下的 地产的 有可不可以开行 那个行情的 我能不能开过你家 到底哪一条算开过你家 哪一条不算开过你家 所以他们要去定非常多的规范 去告诉你说这一些不同的区块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会有几个基本的名词或是基本的区域你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你之后 比如说我今天看报纸啊 或者是我在看相关 尤其是那个钓鱼台出去大家吵得乱七八糟的时候 你好歹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他会有一个最开始的叫做领海基线 就是你现在看到他画的这条深蓝跟浅蓝 最下面这个黑色的这一条线 就是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 那他有不同的调整的范围调整的空间 但是基本上通常他都是用那个大潮的低潮线下去画 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些特殊的状况 就是如果我有一些岛屿或是有一些比较不同形态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有去修正去调整那个画法的 不然我今天如果像那个岛屿国家 我也就很尴尬 我全部就只能画那个低潮 到最后我就只有我家那个瘦瘦的那一条的岛 我其他我根本就一点的那个区域都没有 所以领海基线 等一下我们会去看比较细节 可是你可以去看基本上领海基线的定义范围 就是我沿着这个水域低潮的这个范围去画 那所有在这个领海基线靠入侧 就是我们的内水 就等于是我们国土的一部分就是内水 所以在内水里面 所有其他国家的船 你不能闲闲没事开过去 其他国家的船是没有通行权的 所以即使你今天比如说 你会发现那些商船或是那些船 它一定是走外围 它也不会去进到你这个所谓内水的里面 那我们会有的船进出的 就可能是我们今天港口 或者是码头的那个自己渔船 或者是相关的那个船进去 它会去定义它的那个港口范围线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我如果在内水里面 所有的沿岸国 我可以自己定法律去管理 因为它是我家的土地 就跟我们的国土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 那如果我从这个基线开始往外画 画刚才说的那个十二海里 就是你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十二海里 基本上会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领海 那就它的法规里面 它会去规范所有的领海里面 有什么相关的权利 包含外国的船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沿岸国 就是我假设设定这个陆地是台湾 我们叫做沿岸国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去定法律 然后去管这一块 因为它是我的领海 它还在我的领海范围内 可是因为会有航行的需求 所以国外的船只在这边 是可以无害通过的 什么叫做无害通过 就是 我如果跟你说 今天有一艘军舰 上面是那个美国什么什么什么的 上面有那个炮弹 我大概跟你说 它可能那个通过不叫做无害通过 它可能必须要经过特别的申请 在下面有一个 如果军事的船在领海国许可下 它可以过境通过 所以你会看到的无害通过 会是比如说我刚刚说商船 它占了很大的货柜 我今天一定要航行过这边的海域 那因为它会经过你的领海 所以我可以允许你在通过的时候 有去这个无害通过 所以它可以允许其他的船只 在上面去做通行 那再下来的两个区 一个是从领海在往外画12海里 所以如果我从领海基线往外画24海里 往外在往外画的那个区块 那我旁边放的那张图是网络上面下来的图 因为我发现它写的还不错是 它有把不同的文体放上去 因为我们会牵涉到比如说我们跟日本 然后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用词用语不一样 所以在国际数据谈判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知道别的国家怎么称这一块 所以有人会去称它自彼林区 或者是临街海域 那这一块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颜海国 我可以管控这个地方 所有的反走私啊反偷渡啊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法令 就是在这整个24海里内 我所有的海巡所有相关的这个基本上 它是要去管这些所有的走私啊 去读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规范 那比较大的争议是 你们比较常看到的在往外画 就是从那个临海基线往外画200海里 所以如果你不太习惯那个海里数的话 你就把它刚才换算成公里数 你会稍微有点概念那个是多少 那经济海域会比较大的这个状况是什么 比较大的状况是 我这边有把它画黄线 就是所属国就是我现在这边 具有什么 具有碳勘开发使用维护管理 底土哦 加上上面的水域资源的权利 你就看非常多哦 所谓的那个底土就包含 之前我们讲那个海洋资源里面的矿产 所以我可以有这个相关的底土的这个资源 我可以有上面所有的水域这个自然资源的权利 那相对来说 它其实包含的东西就非常多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有哪一些争议就会出现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的所属国有这样子的区块 大家要不要去争这一块地 一定会要 那尤其在什么 尤其在最大的冲突是 当一些比较临近国家 我在画这些区块会有重叠的时候 所以你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报章杂志 报章杂志上等一下会看到 就会出现非常多的争议 基本上都在这个所谓的积极海域区之内 所以当时有很粗略的去估算说 如果我今天把所有的这些资源 去做一个比例分配的去计算 那会发现其实 鱼业资源有90%很大一个部分 都在这个经济区域里面 所以代表 如果我今天要去抢这个鱼业资源的时候 开玩笑 我一定会希望我的经济还越大越好 所以我可以有比较多的鱼业资源 去画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收益 那也包含石油跟刚才说的 相关的土地上面的那些矿产 就是属于土地的那个部分 所以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就会发生 比如说 我把这个关掉可能图会比较清楚 你们现在看到右手边的这一张 是台湾的台湾自己宣称的 我们的海域范围 所以 笑什么 就是我们的海域范围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个荧光色 是我们的临海基线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临海基线非常高兴的 我们划去了澎湖 有发现这件事吗 可以啊 我们算岛屿啊 我们可以再 等一下你们去 会念到岛屿的那个部分 我们算岛屿 所以我可以把那个岛屿周边的 那个地方去做直线连结 去连回来 我也很想啊 你说我们这些去划去那个东沙 对不对 那个下面有一个小岛 我们来直线连结一下去划去东沙 再划回来 你看我们会被所有国家打死这样 但是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公告的范围 那我们公告的两百海里的范围现在这边 这是我们公告 哎 回来 这是我们公告的两百海里的范围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开始跟周边国家 有非常多的重叠 跟抗争的事情 那也不包含我们 也包含互相这些国家之间 所以这一张是中国跟日本 那你会发现蓝色的这个区块 是日本宣称的海域 的经济海域 蓝色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这条红色的这个区线 是中国大陆宣称的 所以中间出彩了一些有趣的地方 这些交叉的地方 包含这个地方是那个油田 大家有争议的油田的点 所以你看对日本来说 赶快一定要把它画进来 所以它在日本的蓝色范围内 可是同样 我说我道路也要去开采 所以我们也把那块区线的地方 也在这个声称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那块是有争议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最熟的这一颗岛 这你们就知道是谁了吗 嘿不用我说 你们也知道他是谁 所以它基本上在各自的 都把它画在里面之内 所以你会发现 我在经济海域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 这已经好像是那个循环系统 每几年就会闹一次这样 每几年就会出现一次 那每几年出现一次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看那个报纸 就很好玩 就一定会有某一家的报纸 去把这张图翻出来 就是日本画的现在哪 中国大陆画的现在哪 台湾画的现在哪 然后每隔几年 大家就要重复来讨论一次 重复去争议一次 可是基本上这些正义 就是出自在 大家都要去争取这个 所谓的经济海域上面的资源 那阵子就会有非常多的 相关的新闻 不管是比较情绪性的啦 或者是比较爱国心强烈的意识的不同的新闻 就会去告诉你说这些重叠区 其实实际上也是就是非常会容易造成这个所谓执法跟渔业的冲突 那我相信这些所有的新闻都是所有同学会在一般的报纂媒体上 或是在一般的杂志上面去看到 那我把下面几个区先很快的先讲完是 我如果再往外喔 会有另外一个范围 它没有就直接跳到公海了 会有另外一个范围叫做大陆教程 那有人叫做大陆架 那基本上喔 它会比较跟地形有关 所以偏向我今天在谈说我的这个所谓的 我的所谓的这些区块 它是沿着这个所谓大陆教程往外的这个自然延伸 或者是它往外去画的这个不超过深度 不超过多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范围 那在大陆教程上面有其实会有一个 比较大家会去争议的就是 沿海国 它会对这个大陆教程有开发那个天然资源 跟对大陆教程的那个行驶权 就是我可以去开采的这个行驶权 那如果这个沿海国没有探测大陆教程 或是开发这个的时候 别人没有经过它的同意 是不可以自己去开采的 是不可以下去去动作的 因为它基本上在这个国家的大陆教程内 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会有一个想法 是说假设我今天那些地底资源是地理环境的自然特色 所以我很有可能这个里面的石油运厂 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国家 因为它在这个大陆教程内 那我别的国家没有办法 如果它没有同意之前 我是不能到这个国家去开采它的 所谓的石油的这个权 因为非常有可能我在同一个大陆教程内 但是我虽然跟你说 我不在经济海域内 可是我在外面去抽那个石油 啊抽抽抽 结果你自己家里面的没有 因为它本来下面是同一个油麦 或是同一个那个油田的状况 所以它有非常大这样子的这个争议 那后来有一些是在那个 海底的矿产 包含我们之前谈到那个猛河 也会是很多的争议 所以这个部分一直是 国际海洋法公约很多个国家会有争议 或者是大家会在那里犹豫不决 我到底要不要签 签了会不会有损我们家国家的国格 或是会不会有损我们家的经济行使的权益 相关的事情 所以它会有几个比较大的争夺的地方 包含东海跟南海 那东海刚才说这家相关的争夺 包含矿物啊 包含油气的资源 比较大一个是刚才说 这两个 那对大陆来说 它们比较倾向的那个说法是 大陆矫整自然延伸 所以就是 看我的这个边界线照那个地形 所以那个蓝色那一条 基本上会是大陆觉得 我往外自然延伸应该是画在这个地方 可是对日本来说 它一定不要吃亏嘛 它如果知道中国大陆这个 它就吃亏掉了一大块 它的想法是说 我就已经跟你经济海域重叠了 所以我应该两边要切中线 因为我两边画出来 两边就已经重叠了 所以那当然就公平状况 我就切中线啊 所以日本在征求的是 他们希望是切中线的 所以是红色的线的那一块 所以就会有中间这一堆的油田 开始出垂了 开始觉得这个到底是谁的 所以这边有非常多的油田的争议 矿产的这个争议 那后来有一些是协议共同开发 就是还是都得开嘛对不对 两边都可以赚一些钱 那我们就来协议共同开好了 所以有部分有份有协议共同开发 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共同开发区 那我们其实蛮尴尬的 我们当时去找了一个资料很有趣是 台湾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1970年中游就去探测过 就在这个地方去探测过 是发现这边是有石油矿产的 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就没有动作 就没有真的下去开采 所以它就不是我们家的 所以如果早早早早 我们在那一年发现完 有石油之后赶快集资就下去开采 搞不好我们现在可以在那边去开一块 那个占一块土地告诉说 这块油田是我们开采的 然后我们有什么样子的 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或者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资源 可以去做诉求 但是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其实说话的权力是比较小的 那另外一块是在南海 那南海这边就会有跟不同的国家 菲律宾啊 跟不同的这些岛国 开始有很多的争议 跟中国大陆这边也有 跟你们会看到很多 应该前没多久 也有非常多的南海资源 相关的这个新闻 那我们这边 目前站到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的国家公园 所以他们当时在画 东沙的生态保育的意义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 就是我们希望能在这边占一块地 那虽然没有办法像刚才 那个岛屿的那个领海基线 非常高兴就把它画到这边来 但是基本上 我们会希望可以在这边 透过南海 透过我们的东沙 可以有一些相关的 相关的优势或是相关的资源 那之前环保署其实做过一次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个整块南海区域的基础资料是不足的 就是大家都很高兴的在这边抢渔业 抢矿产 可是对相关的海气资料是不太够的 所以环保署当时做过 我们觉得其实是蛮壮观的事情 它用军舰开始载着一些 收集海气资料的 就是沿着现在的那个路线 咚咚咚咚咚咚 下去收海气资料再收回来 那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对的 就是我们去争取 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科学研究跟基础资料的部分 所以到时候真的上谈判桌 或是在做任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些国家你都没有资料 我有耶 我们曾经去过几次 我们曾经有这个地方的资料 我不是对这个地方一所 完全都没有相关的认知 或的了解 所以其实在目前我们比较 处于弱势的状况下 还是有很多可以透过研究 可以透过科学的方式 去累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主权 或是累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 基本资料跟基本资源 所以当时有对南海这边 有去做一次的背景资料 跟做一次的相关的资源的调查 那 好 我等一下会有几个是 直接先讲那个 东沙一些其他相关 因为东沙的位置比较特别 东沙一些比较相关的规范 然后我先下课十分钟 那我请各组麻烦大家 在这下课十分钟的时候 确定一下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题目 肯定国家公园拍那个宣导短片 就是都看过宣导短片 就是开始告诉你说 这里有白沙湾很漂亮的一片沙滩 这里有什么 这里有什么 不是哦 那个是肯定国家公园的宣导短片 我们不是要拍宣导短片 我们要拍 让你们去看说 比较偏向我们的岛那样子的 议题性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必须 讨论的事情 所以你们觉得 这边的地形很有趣 那你们觉得你们很 你们想要讨论那边的什么事情 所以它跟地形的关系吗 还在讨论 好 可是基本上 大方向就是跟这边的地形有关 可是不管是造成它的影响 或者啪啪啪啪 可是要很关注 一定要有那个议题这件事情 不是做观光导览介绍 就是说观光导览介绍 六六六六六六 怎么第一轮在第二轮不见了 嘿六你们要干嘛 六你们要干嘛 观山那边的什么 日落很漂亮 然后呢 可是它不是只有观山的议题哦 如果你说这个议题的话 我全肯定都有耶 全部那个一到八 一到七 应该全部都有 那为什么特别 它跟观山有什么关系 对啊 我说这个也是肯定做的啊 一到七全有啊 那它跟观山有什么关系 不行 这样不算了 或者人家观山也有 尽量当时要你们去挑一块一块的地 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找 跟这个地方独特的关联性 如果我今天说丢垃圾 我全肯定都有耶 可是如果今天发现昏倒 全肯定都有 就只有某一段打死没有垃圾 那它就很有趣了 那为什么那块打死没有垃圾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 一个通论性的这个东西 它的真意点会比较弱 所以请稍微确认一下 观山那边有非常好玩的事情 或非常独特的事情 去研究一下观山那边 到底什么可以做 五是谁 就是你刚刚说的 所以你们还是会 会不会违钱哦 你可以带着男女朋友假装去那边度假消费的 应该 应该是不太有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 如果你这么大啦啦的就拿了一个摄影机 拿着一个告诉他说 我们要来采访 我们要来问你那个海滩是不是有受什么什么什么的影响 你们有没有造成海滩什么什么的影响 我担保你问不到两句就被丢出来了 所以出门之前稍微提供一下你的手机资讯给别人 到时候找要找得到你在哪 他可以进去 但是会 我们会补助你们的费用 但是不会是补助到每个人都可以去住下都的费用 所以你们可以稍微斟酌一下可以怎么去 但是 可以去稍微去想一下 看看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但是 如果通常开车 那个车一定是进不去 因为他开车到那个门口 他就会要知道你住的房号 他才会开那个gate 那我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 如果走海滩那边进不进得去 这个我不确定 就是我不确定他现在海滩到底有没有被卡住 但是 你会需要到进去 但是就请你们大概稍微规划一下 你要怎么在里面行动 跟在里面 达到你要的目的这样 我乱讲的啦 没那么夸张 第四 是 是 是 那个 我们是海生馆下面后娃那边 然后 我们想要去 那个 去看就是说 因为那边有路线 然后 我们想要不太 就是那边有些开发案 怎么会影响到路线的生态 所以就是 我们要去 去那边 找那个 关于路线的生活的形态 然后还有 就是开发案 可能就还有什么影响 像是基于 近战半变 它的开发案可能会影响到路线的生态这样 好 这个议题很多的报道了 然后 如果我没有记错公事神经报过 所以要稍微 没有说他们报过你们就不能 你们就不能做 你们绝对可以做 但是会要稍微有一个区隔 你不要跟他去做重复的事情 那个就很无聊 因为你会知道 我别人都已经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了 你也去访问这个人 你也拍同样这一块 看到那个路线 跑过去 爬到这块防波林 告诉大家说 这块所以很重要 那个意义就不大 你可以看完他们的里面 去找一些 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议题 可能没有很深入 但是我们觉得很重要 或者有一些 什么样子其他的状况 都OK 但是 他会是一个 目前资料量 应该算 比较多的东西 所以可以去思考一下 怎么去操作 不要让他太 太跟 一般我们认知的 比较重复 好 是 是 第四组是谁 就你们了 不好意思 那三 三 三 好 这样你们要做四重西嘛 对不对 好 那就稍微再去找一下 看你们找到四重西相关 的这个部分 二 那个想要探考 就是核电厂的 入水口 这个生态的 不安心 可不可以去弥补 水口的破坏 那你要进得去哦 要进去 入水口在里面 他的入水口 他入水口进去之后是一个很大的像 像 看起来甚至像港这样子很大一个水域 可是他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得去的 他必须要从那个和山厂的大门那边有经过申请 跟从从关卡之后进去这样 所以他是要进到里面的 那 另外一个部分是 你们 组里面也没有人 有没有人会牵水啊 不知你怎么知道下面生态资源丰富 有吗 有潜水执照 是合法可下去潜水的哦 多久没潜了 我是很认真的问哦 你多久没有潜水了 半年前那还好 那 会建议如果你们真的要做这个议题 真的要下去的话 先去 看一下有没有同学 或是社团同学 或是朋友在海参所 或是有没有认识任何人在海参所 海参所长期有做相关的研究在里面 所以如果是他们要进去的话 他们带你们进去就会非常容易 就是 会多 等于多带几个人进去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 如果单独要进去 可能就有点难 但是我也不知道海参所 现在还有没有再持续进行这个计划 所以 一个海参所 或者是海参馆 那 如果要动到 如果要动到海参馆的话 你们可能就要给我一个稍微比较完整的计划书 我可以送去海参馆 他们可以找人带你们进去 对 但是 就会是 就不会是可能就是 随便我只是想进去看看 那个理由就太牵强了 所以 思考看看 如果你们确定要做这个的话 你就是 出水口比较容易 因为出水口 它就是放出去 它那边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管控 然后没有任何的限制性的问题 可是入水口有 因为他们要做 那个考量那个水进来的安全性 所以入水口有 再来 第一组 好 谢谢 好 好 有 这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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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說第二個就是核三場輸水口 那第三個是什麼 南灣游戲區的那邊 的什麼 什麼東西對他造成的環境影響 不是排放不是指那個廢水排放喔 是指廢水排放還是其他類型的開發 防盪水會跟那個剛才第二組有cover到是不是 這是你剛問我的嗎 他們出入都要啊 第二組你們核三場出水口入水口都要對不對 對他們是要做那個入水口能不能去cover掉出水口的環境影響 可是也會是出水口的排水影響 你們也有排水影響對不對 我稍微釐清一下你們是要做油氣行為還是 好你們在下去細就比較detail的時候你可能會再稍微收斂一下說我到底是比如說我是要針對同樣一個油氣行為在這三個很鄰近的彎曲造成的不同的影響還是都是以為的 不是油氣單純油氣行為可是可能有比如說某個地方是只是踏浪看海 某個地方是那個水上摩托車的衝浪某個地方是什麼其他的形態對這個三個地方的環境影響 所以開始繼續去深化你們每一個議題所要的那個東西的部分 那我聽起來你們的都還是非常大的大方向那我會希望大家開始慢慢開始往進去細看的時候你會更進去細就說我到底是要探討這件事情的什麼那我會覺得對這樣子的議題操作不是很熟悉的同學最快的方式喔你真的就是找一集我們的導船 我從頭看到尾啦那他其實像我剛剛可能跟有一個同學說他們其實已經非常有一個典型的播報方式了所以每次在看他的節目其實都都你可以抓到他的那個模型可能會是一開始就會給你一些非常卑劣的場面或者是一些生物浩劫的場面那我就告訴你說這個地方出問題了然後下一個步驟就會告訴你說好誰說了什麼話這些出問題的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然後開始去追 所以每一個問題當時是不是這些人說了什麼話這些人做了什麼事情所以產生這樣的事情到最後再回到一個大問號說告訴你說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災害是不是我們希望它重複發生的或是我們希望它重複去產生的所以他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典型很典型的這樣子的模式操作模式那沒有說這樣的操作模式叫做定案或是一定一定這樣子的形態可是那是他們長期也近期來發展出來的所以你們 你們可以去看看如果今天你們剛才說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其實都可以挑到一個非常小的問題去小題大作去告訴他說我把這個什麼樣的題目去變成是一個我很大要的探討的這個事情所以請大家在花一陣子的時間去小小的探究一下你們在study的這件事情不見得是只有一個很廣泛告訴我油氣影響因為可能在整個肯定國家公園那個油氣是對全面的影響 去稍微細就一下你們想要探討的那個議題點到底是什麼 好我很快的把那個國家公園東沙國家公園這邊牽涉到的法規去繼續往下談下去那剛說東沙其實我們當時會對他越來越重視甚至要畫國家公園其實我們除了當然除了我剛說除了寶玉這件事情之外我們其實也希望他可以有一些 在地理位置上面給我們的優勢所以東沙環郊國家公園基本上他是07年他其實07年就掛牌了啦所以他07年掛牌之後其實他最開始是設在高雄市就是設在那個海洋國家公園內我們的第一個海洋國家公園那現在 東沙基本上他還在做所謂的環境監測環境調查跟整體規劃所以他還沒有這麼快速的就把他開放給所謂的觀光或者是大眾 但是基本上跟東沙有相關的法規其實非常的多包含大家比較熟知的內就是台灣本身的這個國家的法令包含不管你說漁業啊國家公園啊海屋啊或者是野生動物保育法那你會發現他另外有兩條會是牽涉到領海跟領地區還有跟那個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交成法為什麼就是因為他的位置涉及到會牽涉到領土的部分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有關這個地方的維持海洋秩序或是這個相關的部分必須要依賴這兩個法 那我們的執法就是海巡署那他會有一些相關的執法的人跟告訴你說在不同就這些區裡面比如說海巡他可能就會告訴你說在我們這些區裡面禁止進入啦禁止從事一些其他的違法或是限制水域相關的魚撈或是捕撈的 活動等等所以你會去看在這些區塊裡面他就會給一些相關的這樣子法規 那那個我跳過但是基本上在東沙他可以透過因為我們把它畫成是基本上已經是掛在高雄市的這個境內也算是我們的國家公園之一 所以可以用台灣本身的這個法律以及用我們剛才相關的這些法去做規範去做管控去定我們相關的國土領域的跟內水的這個法規去做 那另外幾個比較大的議題 一個是公海就是如果我今天再往外就已經過了這個剛才說的大陸架或是那個大陸礁程那我已經進到這個公海的這個區塊 如果我今天在公海上你們很常會看到那個以前早期的那種電影會告訴你說在公海上所有的受那個誰管 如果在船上對就是船隻的這個掛船旗的這個這個這個 船隻國去做管轄所以就會之前就有很多那個什麼賭船的什麼在公海上賭博 因為他只受那個那個船隻國管轄這件事情 因為他在公海上所以如果他現在內水裡面就不算喔 可是他在公海上基本上受船隻國 那整個規範裡面他會有另外的等一下你們會去看其他的部分 但是在公海裡面會有一些共同規範的包含漁業行為那包含相關的海盜事件 所以你去看喔如果在公海上的海盜事件喔其實任何國家都可以介入管轄的 因為他在公海上那他不是一個屬於國際間可以被接受的事實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國際海法裡面他是任何國家都可以介入去做管轄的 那在那個法規裡面還有另外針對兩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是針對群島 像剛說如果我今天都是像印尼啊菲律賓啊我基本上全部就是一堆的小島去接在一起的時候 那我怎麼去畫或是我怎麼去做管轄 所以還有特別針對一個章節是針對群島國去做管控 那最後一個有特別針對管控的是內陸國 可能很多人覺得昏島我明明叫做那個國際海洋海洋法公約喔關內陸國什麼事情 可是你會發現針對內陸國我如果有很多我很可憐我是內陸國沒有靠海 可是如果我要去做那個海運我東西要出去的時候怎麼辦 我必須要靠到其他的國家的港口再去做進入 所以他其實有特別的章節去針對內陸國去做規範 描述的不多但是他把內陸國也去拉做這個所謂的考量的範圍 所以公海裡面會比較相關的幾個比較大的事情 一個是漁業尤其是這個高度回游的 或是高度回游的經濟漁種 就像我們上個禮拜看的瑋瑜 那因為他有非常大的一個狀況 或是非常大的一個區域會經過所謂的公海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另外一個部分是那個海洋的那個拋棄物海洋垃圾 所以或者是海洋的公海 所以他會去管控 我不能一艘船我在公海上就開始排 我如果今天去抓到 他基本上也可以透過國際海洋法公約去做制裁 去做管控 所以不是在那個公海上我就可以告訴你說 反正我沒有那個任何的管控 那我就把它繼續排排排排排下去 所以魚種 有另外一個在公海上比較大的是這個海盜 你會覺得這好有趣喔 怎麼會有人把那個海盜的位置都標出來 曾經有一個他現在應該有進來 應該是我們海公系的某一個研究室的博士生 那他是 不是當過海盜啦 如果當過海盜就還蠻了不起的 叫他來演講一下 他是那個什麼台灣的瑋瑜工會的 不知道什麼什麼還蠻大的一個人 所以他們當時就做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他們去做說這個這張圖跟這一張圖的關係 就是他會去發現如果有海盜多的地方 開玩笑我那些漁船哪敢去啊對不對 就會發現那個區塊的那陣子的瑋瑜價 就會比較可能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期貨格局買不到 或者是他就會去發現 他們就真的發現那個海盜出沒的位置 竟然跟那個不同區域的那個瑋瑜的價格 有很大的那個關聯 所以他們其實會去標什麼地方是所謂的海盜平凡的這個地方 那這件事情基本上在公海上也很嚴重 也會是很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在台灣 我目前只有掉兩個 但是基本上在台灣的海域執法單位大概會是這幾個 那我們比較常碰到的是海巡署 所以之前你們在做那個指標的時候 最可憐就是海巡署嘛對不對 什麼他都要管 什麼都對到他家 所以海巡署是一個 那如果我今天要出去護雨 或者是有比較大的時候 海巡就會出去 那如果在墾丁國家公園 我們另外有一個叫做國家公園警察隊 他基本上也可以去做執法 他有執法權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理論上在那個國家公園的警察 他如果發現你今天有濫捕行為或者是盜裁行為 我一樣可以給你開單 那最後一個是海關 所以海關基本上也是在台灣海域 可以去做執法跟保育相關的人 所以這是你們會看到一般來說一整本 這個所謂的國際海海法公約 會有幾個大的部分 從第一部分一直到最後 如果你要看原文版好像這麼厚吧 差不多 我辦公室有上下側兩側 有興趣的人可以把它挖來看 好 那很高興的是他有全世界不同語言的翻譯版 所以他也有中文翻譯版 他也有 因為他必須要各個相關的這個國家可以去做適用 所以跟我放在黃色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是一般來說我們會比較care的包含 剛才說的各個區包含國際航道 包含群島 包含剛說的這些區之外 後面有一些 你會看到說其中有那個剛才說的內陸國 要進出的這個部分 那也包含 其中有一個部分比較大 跟大家會比較相關的 是第十二 就是海洋環境保護跟保存 所以他的目的其實是在 基於所有的海洋是公有物 就是全世界大家公有的 所以大家必須要建立在我的公有保護的這個目標上 去做所謂的海洋保護與保存 那最後有幾個包含科學研究 他就會去限定說 我到底比如說我在不同區域 我如果要共同合作 我要怎麼共同合作 或者我是不是可以去透過共同合作的這個方式去共同解決 比如說我要解決我們的珊瑚大三角的問題 它又不是一個國家 那我可能就要透過跨國海洋研究 海洋科學研究的方式去達到相關的這個目的 或者是污染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海洋污染 我就已經很明顯知道它是跨三個國 或者是會去流到第四個國家的時候 我怎麼樣透過這樣子的這個法規去做規範 那最後還有一個是仲裁 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有任何的紛爭爭議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會發現它基本上在管控 從各個區域該做的事情 管控一些特定的相關的行為 包含保護 包含科學研究 跟那個我們講說技轉 技術發展跟轉移 那以及最後的這個仲裁 所以我下面要請大家花十分鐘的這個時間 我們把這十四章拆成了七個很大的中文版 我沒有這麼狠 我沒有印英文版給你們 我印的叫中文版 我們有請助教大概算過頁數 所以每一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各個組你們會拿到一個chapter到兩個chapter 就是這個東西 我剛才有非常快告訴你每一個區域是什麼東西 它在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要請你們非常快 用十分鐘的時間 就十分鐘下課再加十分鐘的時間 那你可以把它那個定數計拆了分解 什麼都無所謂 我隨便你們怎麼玩它 但是我要請你們每一組拿一份 那請你們用十分鐘的時間 等一下非常快的告訴大家 不用到前面就是站起來講就好 非常快的告訴大家 你在這一張裡面 你們這一組覺得它的重點在說什麼 不讓你們看紙的喔 請站起來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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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講的那個東西 講的那個同學直接用講的 不要不要告訴我說 這一張叫做區域 所以區域叫做那個那個 海船或旗下位置一切固體液體礦物來源 包含金屬結合 不是讓你們去念這個東西喔 是請你們去略過之後 請你告訴我說 比如說我今天拿到的這個東西 是島嶼地區 那你會從這個法規裡面 它其實每一頁這麼大頁 就只有這麼少字啦 你會去看說 好我告訴我這個chapter裡面 它比較大的偏重是告訴我 島嶼地區到底什麼事情 或是什麼東西 你們覺得是該被關注的 那這一些是所有涵蓋在公約裡面 會去考量的事情 所以你會看到它從分區 從定義 從分區 從分區每個區的使用 從不同的特殊的狀況 島嶼的半封閉海域的內陸的 到最後如果有一些比較 比較爭奪高經濟價值的 這個區域上面的這個資源 或者是針對 共同要去保護的海洋環境的規範 從頭到尾去列出來 到最後仲裁 所以它其實是經過非常多年 各個不同的國家 不管是和平討論也好 或者是爭論也好 互相的拉扯也好 出來的這個結果 那還沒有完喔 那我們下面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會請你剛剛手上都有拿到 各自的章節嘛 對不對 對各自你們都有各自 至少一個到三個的章節 如果比較短的 你手上可能會有三個的章節 那會要請你們回去之後 或者你等一下要很快現場把它解決也行 每一個這個chapter 幫我定一個那個模擬的狀況 比如說那個海洋科學的研究 那我的範圍要在這個區塊內 就是上到日本下到馬來西亞 所以假設我的科學狀況 我就有假設一個條件了 我要研究珊瑚大三角 那假設剛才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內陸國通過就是 假設我蒙古要經過 所以最簡單的就好 所以請各個那個chapter 就你們自己的那個議題 就你們自己分道的那個章節 請定一個模擬的這個狀況的情形 可以嗎 稍微思考一下 那會請你們下下個禮拜帶來 就是你可以 但是請大家記得 不要是現場我一問 每個人又開始 嗯 好 忘了定耶 不太清楚耶 請你們定一下 因為你了不起就三個 而且你們想 剛才應該就都很簡短 就只是一個簡單的情況 或是簡單的一個狀況 那你們也看到了嗎 我們家簽了七個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下下個禮拜來之後 我們會抽籤決定 你們誰是哪一個國家 所以你們要去和平分手的和平分手 你們要去仲裁的 你們去仲裁隨便 可是至少請大家 如果這一陣子閒些沒事的時候 稍微關注一下 我也不要拉到太遠 我就在這個區塊內 因為是大家熟悉的區塊 所以你就在這個區塊內 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真的出現了一個 假設我今天一個狀況 就剛好發現 台灣韓國加日本中間這邊 出現了一塊油田 就在這了 那怎麼辦 那那個台灣會說什麼話 韓國會說什麼話 日本會說什麼話 大家應該都心知肚明 會有一個想法 那我們先假設我們已經簽約了 我們先假設我們是訂閱國這樣 那 那 那會有一個狀況是 我現在不先告訴你們 你們誰是哪一個國家的原因是 因為你們就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所以你稍微先稍微思考一下 就 這一些不同 我剛先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那個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政治立場 我純粹是就這幾個 就像下棋一樣 這幾個就是一個主體 一個主體 一個主體就是了 那我會用這個 只是因為大家對這邊的地理環境 是比較熟悉的 所以 你就把它這邊當作 我有七個國家的主體 那甚至 我會跟你說 這裡其實看起來有幾塊 也是我們剛才所謂的半封閉海域 對不對 比較偏向式 那所以它也會有半封閉海域的議題 那你就會去看一下 我這些主要關鍵的這些議題 在這些周邊國家的時候 非常有可能會衍生出什麼樣子的狀況 或是參與的程度 或者是合作的 或是打架的 或者是我需要去做狀態去做協調的 所以請大家針對你們各自 你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只是針對你們各自的chapter 去想一個狀況的這個議題就好 狀況的情境就好 六個到七個 那我現在要請大家協助我做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在這邊的議題裡面 選四個到五個 選五個好了 選五個是你們覺得比較重要的 你們現在都有國家角色囉 所以你稍微評估一下 你們覺得哪幾個議題是會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直接用舉手算人頭 因為這邊議題還蠻多的 那我會選五個 我等一下要告訴你說 選五個這個議題要做什麼 我現在有 可能就要聽好了 我現在有什麼議題 我現在有的第一個議題是 它是寫核汙染 可是我稍微把它簡化一下 變成單純的汙染 就是我這個區域裡面的汙染的問題 整體來說汙染的這個議題喔 它會在國際間 尤其在區域之間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議題是汙染 第二個議題是過於 超過古撈漁獲 那它也是一個整個區域性的國際議題喔 就是我超過古撈這件事情 那我第三個議題是黑潮的科學研究 因為黑潮上去牽涉到非常多的國家 再加上它有非常高的利益 因為我可以利用很好的黑潮相關的資源 我會覺得是大家好吵喔這樣 原來大家這麼安靜 好第三個是黑潮相關的科學研究 那第四個是石油礦產 就是這個區域裡面的石油礦產 第五個 第五個我把它變成是所有的空間 所以這兩個並在一起 所有的海洋空間 比較偏在公共使用的海洋空間的規範跟制約 所以包含航運 包含剛才說 同學告訴我的公海上面的漁業 包含幾個國家之間空間上面的制約 或者是調整 那最後一個 第八個是群島基線 因為我們裡面有牽涉到一些群島的國家 所以牽涉到群島基線的劃設的問題 所以八個 那請大家每個人有三票你舉三次手 我們挑前面最高的五個 變成是我們的五個議題 所以有興趣 加法幫我算一下人頭 有興趣污染的 請問一個問題 是要考慮自己的國家還是 基本上這些議題都存在喔 這些問題你們提出來的議題都存在 但是我等一下會讓你們每一個國家 要來run這件事情 所以你這些國家你一定跑不掉 那只是你看看你覺得 因為你們現在都已經分國家了 所以你可以去覺得說 欸好吧 哪一個可能我們等一下的立場會比較鮮明 或是我們的立場會比較 然後會比較明確 我先講我們現在都沒有任何的政治議題 我們基本上把台灣先當成一個政治主體 所以它是一個政治主體 所以一人三票 一人三票 一人三票 這樣我才可以 才可以有比較明確的那個票數 好第一個污染的 你覺得污染有興趣的 污染的 污染的 二十 第三個 對黑草科學研究有興趣的 十三 第四個 對石油礦產 就是地底下石油礦產有興趣的 所以大家都想搶油這件事嗎 對海域 尤其是公共海域 對於空間使用的 爭議的 包含航道啊 包含無人島啊 包含公海執法的 針對群島極限的 這兩個 很難看 很難看 所以我們目前只要叫做 尋導機械沒有嘛,就其他四個都有,對,其他的 一二三,欸對耶,我總共是只有六個,我在,我是在笨什麼 好,所以我們現在確定這六個議題囉 那這六個議題,我再重塑一次喔,你們自己可能要記好 這六個議題,第一個是污染的議題,那第二個是過瑜的議題 第三個是黑潮科學研究的議題,第四個是石油礦產的問題 再來第五個是海運空間,尤其是公海,使用的糾紛的問題 那這五個大的議題,我們要來做一個部長會議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做國際間的部長會議?沒有 好,等一下我們會有五個所謂的部長會議 那要請各主做什麼事情?你現在喔,比如說好,這邊台灣 我們要開這個所謂的大會了,我們要探討這五個問題 請你們組裡面派五個部長級的人去參加這五個會議 所以你比如說你就會知道我今天污染,你們要派誰出來?隨便你們 可是你要派一個部長級的人出來,同樣馬來西亞你也要派一個部長級的人出來 去參與這個污染的這個會議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五個會議,五個平行的會議在操作喔 你必須要有一個部長出來,那我知道你們每一組其實有超過五個人 剛才說有六到七或是六到八個人,多的那一兩個人可以當幕僚 就是你們覺得哪一個議題到最後在現場爭論會很大的 你趕快請他多的那一兩個人,你們去安排他多一個人跟著部長走就對了 他可以在旁邊趕快查資料的隨便 但是可能有一兩個議題會有多個一兩個幕僚會跟在旁邊的 那等一下要請你們這一組先討論,先在一起內部喔 先討論一下什麼事情,請大家花大概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討論一下還沒出國開會喔,你們還在國內喔,還在馬來西亞 還在日本,還在韓國,請你們開會討論一下 你們這個國家針對剛才這五個議題,部長該出去說什麼話 不會部長出去回來就被革職了喔,那個部長出去就是代表這個國家喔 不能部長我今天,理論上我在台灣已經,欸,或者在日本裡面 我已經都已經好,我們大家全部講好我應該的立場 是要去爭取什麼什麼什麼,絕對不可以妥協什麼事情 結果我出去開會的時候被人家馬上少了十噸的漁獲量 那你這個部長大概回來,或者少了一百萬噸的漁獲量 你這個部長大概回來就差不多要自己遞辭了 看他說營救死職,因為我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必須整組要先有一個共識 說我今天在這五個議題上面 我們這一個國家或是這一個政治的主體 我們想要的立場是什麼,我們一定要爭取什麼 那有可能要小心哪一些其他的國家會跟我爭什麼 如果別人說什麼話,這些部長你在現場你不可以打電話說 我打電話回去問一下那個行政院長 或是我打電話去問一下高層的指示 很抱歉,不行你在現場就是在這個現場開會了 你只有可能有那個幕僚在後面給你打PASS 告訴你說,我可以傳一個小紙條給你 告訴你說這個可能要注意 或是這個可能要去做什麼事情 但是請你先在你們自己的國內 選定好你們要出來的這五個部長是誰 那你們自己這個國家針對這五個議題 你們的立場跟你要爭取的東西